大家好,我是Stan 一位在网路上流酸言被告的酸民 在法庭上的狡辩 令网友们冷笑 让法官也傻眼了 2017年 在韩国一个歧视韩国女性 歧视外劳 贬低事业后事件等 非常垃圾的一个极右派论坛 一位网友上传了韩国韵律体操选手 纯真假在暖身运动的照片 然后就有酸民在底下留言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一般在韩国喜欢性骚扰的无脑酸民们 都会使用韩文出声 斯斯来表示Sex 然后Sobreda就是 敲起来了的意思 而经警方调查后发现 写下这个内容的是 1988年出生的男性Amo 在2017年12月用手机留言的 之后Amo以侮辱性酸言被告到法庭 但是在法庭Amo却反驳 自己的留言不是侮辱性酸言 他主张 斯斯指的是Sexu Sobreda是站起来的意思 你别开玩笑 韩国大球法院表示 贴文上的照片 以及综合Amo一直以来的留言 足够判断该留言 是对受害者的性鄙视 以及性骚扰等侮辱性的留言 Amo一直主张很难接受的狡辩 没再反省自己的过错 然后判了他100万的罚金处罚 有关酸言的出犯 一般都会进行解议起诉 所以100万的罚金 以韩国法律来看的话 确实是判得比较重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法官们最上火的就是 把自己当成是傻瓜 好久没看到这么贤惠的法官了 能把那个缩写 说成是洗脸的部分 最荒唐 看着有名玉璃操选手 洗脸站起来了 可可 真的是历代即明年 这个不是判得很重 而是本来就该这样 其他法官们也觉醒吧 呀88年出生的还在那样 真的是有够丢脸的 在你父母面前也说那些事实 他们会后悔生以后喝了海带汤 在韩国生完孩子后 妈妈们一般都会喝海带汤来补身体 最恐怖的是 这种人一直都隐藏在我们周围生活 总结一下就是 唯恐天下不乱 在现实世界没胆量 只知道在网路上动手指头的键盘侠们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要不然 就是你 呵呵呵呵 老板 果然也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